最新的国族认同民调出炉 那么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比例 从历史低点回到了平均值 差不多是53% 那么另外有八成七的民众 认同中华民族 还有六成的人认为 民进党应该要冻结台独党纲 年底选举倒数季时 蓝绿开战抢白礼猴 最新民调出炉 超过六成的人赞成民进党 冻结台独党纲 有力抢攻总统大位 看来找到绿营照门 尤其现市场选举 又是2016的前哨战 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和一前级 要赢国民党 我从这份民调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在六都 后学运时代 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比例上升6.2% 来到五成三 更有高达八成七的人 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 太阳化学运的影响仍然有 可是它是呈现一个逐渐淡化的一个现象 其实中国大陆也没那么可怕 曾民调看出年底选前的风向球 是否回归蓝绿基本盘对决 而非受到外力影响 选举一步步进逼 任何一个数字都是选战指标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